姜妈大放水 老百姓的钱应该投哪呢 最近总有一些假人来问我 该怎么理财呢 那我说了之后 他们就不理我了 我说啥了 哎呀我就说理财 前提是你得有才能理好吧 我也没说错呀 不过呢 看看目前这个情况 姜妈最近动作确实很多 你看不到四个月 三次降准 LPR的报价呢 创了单月最大降幅 干什么这事 当然是轰经济了 那有假人就问了 说哎呀 你看我们这种小老百姓 上班族 有点小钱 我能干啥呢 请对方便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假人们 不要慌 问题不大 很多大厂 其实都有一些自己的投资工具 而且呢 它给出的利息相对还不错 那比如像余额宝这样的 大家都知道 但是这感觉好像 最近他们家这收益也在下行 这是为什么呢 不要着急 听我给你们一个合理的解释 像余额宝这类的呢 其实它就是货币基金 你买了货币基金 也就是基金公司 通过一些专业的操作 把你的钱呢 去投到国债啊 票据啊 什么债券上面 简单的来讲 就拿着你的钱 放贷 赚利息 赚回来的利息呢 咱哥俩一分 美滋滋 nice 那么当经济形势比较好 很火热的时候 人们呢 更加乐于啊 花钱投资 花钱消费 只要能借到钱 贵点都好收 所以呢 这个贷款利息它就高了 那所以你买的什么基金也好 理财产品也好 它整体的收益啊 都不会太差 但是今年不太一样 今年特别冷 企业也好 老百姓也好 他不敢花钱了 宁可存着不动 于是乎 杨妈出来了 为了刺激消费 就主导降低利率 那么各种理财收益呢 可不得低下去 不过啊 其实你要说到余额宝这样的 先放着 至少它稳啊 你看看人家老美 隔三差五出事 一点都不太平 但又有假人就问了 说 除了这余额宝 有没有别的选择呀 而且我们就小搞搞 小搞搞啊 门槛不要太高 哈哈哈哈 我现在还敢说大的吗 我一个朋友 买了美国石油期货 现在人还在天台上没下来呢 没门槛的小投资啊 其实选择特别多 你要是很懒 懒到什么程度呢 懒到APP都不想切换 那我就告诉你 支付宝里面它就有别的 去看看他们那个理财页面 随手就可以换 你要求稳的话呢 去投什么银行存款 定期理财 你要喜欢刺激一点的 可以去买债券和股票型基金 一般的定投啊 风险可控 那又有假人来问了 说哎 我不想发小财 我想搞点以小博大 更刺激的 最好什么都不干 每天躺转 搞一笔大的 有没有方法呢 方法有啊 做梦啊 在梦里 直战财经生用理性 记得点赞加关注